第二套,大家都知道,通常我們第二套都是說一些比較好的作品 的確,我這樣說的,這一套作品我覺得是今季裡面最... 甚至今年 又未到今年,今年有很多都可以跟它各族 但是我還說,整套作品在對題和氣氛上,它真的做到恰到好處 尤其是在今季裡面,再這樣說出來 它沒有一般的作品裡面,女啊,老啊,肉啊,聖框啊,特殊能力啊 《間諜的特殊能力》也叫做... 你明白,這套裡面,所有角色說的說話跟它行動是一致的 沒錯,我們接下來要說的那套就是捉獄遊戲 就是鬼牌遊戲 聽了這麼久的節目都知道我是記不到人的名字 而且我可以告訴你,這套東西,我看每一集裡面 我經常都覺得,糟了,它是不是前一集出過場的角色來的呢 哪一個才是呢 但是正正是因為這樣,它有那種就是我會說它有疊味 即是有間諜片味道的作品 那它正正就是一樣會告訴你,你不需要知道它是哪一個嘛 是的,而重點是什麼呢 用了一個我覺得是間諜片裡面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什麼 你不是要那個間諜,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廉武的奇才 這個是007的那些,大哥 它的重點就是要你不起眼 沒錯,那個不起眼的地道就是什麼 每個人都差不多樣的,為什麼好像 正正就是這種味道 你不知第一集的時候描述是什麼 全部都是很有才能,但是不起眼的帥哥 但是總之是一群帥哥就行 不是這個問題 他也有說過,他挑選這群人的時候 他不會在軍裡面挑選的 即是他沒有那種軍人的那種奧氣 他全部都是在平民那裡挑選出來 其實他在控訴就是當時那個年代裡面 日本陸軍那種思維跟不上世界潮流 還有那種傳統的直入式思想 那種武士那種概念 即是那種所謂叫光明雷樂 即是古時武士那種 即是明打仗我今天三時四刻幾多秒 等著太陽下面等我彈跳 其實你看到很有趣的 他由明治維新之後開始 武士那種階級開始跌下去 但是其實你看到二戰那時候 或者一戰都會有這些 日本陸軍其實還有很重的那種味 他們說他們把武士那種精神修改 變成為皇家服務 日本軍服務 已經改變了 但是就是說 武士那種的榮耀感 不容許以炸的行為 打臉的就是 你們這些所謂的陸軍 想玩一個跌波的遊戲 完全是未夠班 你就用了舊時代的思想 去玩這個新時代的遊戲 就會被世界淘汰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的 因為他那種思想 是在世界以我炸的那種情況下 是很吃虧的 而結成中座 成立D機關這個目的 為了令到日本 能夠對抗情報戰場 能夠可以叫做 做法國力 而這套東西裏面 也是叫做 他訓練出的這一班陣營 訓練完之後 他們就派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其實 因為本身整套Joker Game 其實是一個單元式的故事 每一個故事 和每一個故事之間 其實關聯性 其實沒有很大 很弱的 應該說沒有很大的關係 也叫做什麼 他不會說因為 今集發生了一個故事 而拍到後半集裡面 他們打的情報戰 每個人 他們負責的地方 負責的崗位 去獲取的情報 其實都不一樣 好像唯一有關係 只有倫敦那一集 然後去到第十集的時候 在日本的英國人間諜 那裡有少少關係 大過了 都不一定影響故事的走向 你說故事裡面 其實與其說 他在說這一班角色間諜的故事 你不如說 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在說的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故事 是這個間諜的人生是怎樣 他沒有很著重一個間諜 就是多姿多彩 左手抱女 右手拿著杯酒杯 那種什麼生活 那種是特工 特務 不是間諜 就是那個間諜 會面對什麼問題 他們怎樣去解決一些問題 他不是在針對 那個單元故事裡面 那個角色會做這個行動 他在說的是什麼 所有的 他現在整個D機關裡面 所有的人 其實面對同樣的情況 他們都會採取同樣的手法 甚至最有趣的告訴你 就是一個間諜死的時候 甚至可能是日務中死 是日務完了之後 無緣無故就死了 但他依然在做間諜應該要做的事 整套戲其實有一個很好的 起承轉入就是什麼 他在說 怎樣能夠成為間諜 成為間諜的條件 在各集裡面 就好像說 對一些人的感情 其實是一些演戲的形式 你不可以投入自己 太多個人的感情下去 而就是什麼 你要拿得起 放得下 就是不要太care 或者就是什麼 就算那個角色 和你建立了一段很虛假 但也過了很長時間 真實的關係也好 你都要知道怎樣放低 怎樣什麼時候退出來 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情 再進行下一個任務 其實好像開頭裡面 法國那一役裡面 他知道就是 法國裡面那幾個 所謂反抗軍裡面的人 原來是被人利用 有一個甚至死了 都是一笑子 希望終做下節 給我一個輕鬆一點的任務 是他做間諜的態度 不是說他不care 但是他知道就是什麼 只要他一care這件事 他的間諜人生就完結了 就是他不可以再做這個間諜 而這個故事也是 去到最後一集 就是告訴我 一個間諜的人生 其實他不僅僅在DK桿裡面 其他人也是 一個間諜的人生 就是你 你 在乎 某一些事情 你有在乎的事情 的話 你其實就不能夠 好客觀 好理性去分析一些事情 判斷會產生 你就無法從事一個間諜 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未必是關於 我認角色弱和不弱的問題 其實反而是 那個是什麼呢 他特意營造那個氣氛就是什麼 其實因為 我不是說角色 我是說整個間諜的人生 究竟就是一件什麼事 他們當中裡面 就會遇到這些 你們想像不到的事情 他只是用來說 某一些角色去演繹某一部分 某一些角色會演繹某一部分 他演繹得最多的是 間諜可以埋伏 潛藏在一個地方很久很久很久 就是為了那一下 情報 我想最喜歡看的地方 其實他不是說那個故事 而是說一個間諜怎樣大顯神通 拿了情報 敵略那裏怎樣屈肌 他經常說整個D機關 怎麼佈局去拿那個情報 去欺瞞別人 甚至那個位置其實 很有趣的是 D機關裡面其實是什麼呢 他們的工作是獲取情報 運用情報的話 他們經常都說 我不理上面怎樣用 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獲取了情報之後 就完成了我們的工作 所以其實 潛藏中座 他們D機關裡面 那個守則就是什麼呢 不要殺人 不要死 因為對他們來說 其實內在的宗旨就是 那個人死了 你還哪有情報 他要的不是殺人 殺人的工作 留給你們做 或者是軍人那邊做 特工找一個殺手 找一個軍人去做 我們的任務是幫你提供一些信息 而這些信息的來源就是 就是來自人的身上 甚至那些資料 是可以增加你的性率 對我來說 就是殺人是最下策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我殺了你之後 我得到什麼 我什麼都得不到 不是 真的很有趣 好像說 為了要取得情報 他故意 捕捉了這個間諦情報 在潛藏的敵陣裡拿東西 或者是 假裝別人的兒子 假裝了一年 那時候才厲害 你看到為了取得情報 他們做了功課 不知 我偽造自己的過去 讓你自己上調查到上來 你查到自己的假情報 我已經猜了你24部 我已經做了24部的情報 還有就是整套作品裡 你會有一個唏噓的感覺 結成忠作和 因為坐火車不小心 死了那一件 其實 他講的 整個間諦的樣子 是很空虛的 因為你好像在這個世界上走過 但其實從沒有一個痕跡 是證明了你 是在這個世界生存過的 最慘是死的 你的名字 可能是假的 你所謂的 所有的人際關係 其實都是假的 它是不能夠反映真正的你 結成忠作最明顯 就是他一切都已經虛構了 他一切都是虛構 他已經抹走了自己的過去 你到現在的觀眾都不知道 甚至就是由那位管家 被結成忠作叫我唸那句對白 他已經唸到 他都不知道 究竟少爺的真實 和他混給我的假情報 究竟是誰是真 但那個很有感覺 那一幕是觀眾同一個的感受 原來真的不是他的過去 那他的過去是什麼 但原來沒有人知道 還有就是 無論是死去的那個 其實那個希就說 他能夠成為間諜 就算他死後 他都一樣是一個間諜 敵方 那個間諜的首領 去說這件事 其實你會覺得 那一刻是唏噓的 其實最後是說 這個人最終 他都是一個間諜的身份 死去的 他不是任何一個人物的身份 死去 就是落狀那一刻 其實他身邊的人 其實不是他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家人 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是間諜 那時候的死 他都為了最終的目的 就是把情報帶回去 原本屬於的國家 而你看到就是 他最終死的那一刻 含笑而死的那種 已經盡力了 我安心了 我不會因為我的死 而對 他自己的國家做什麼 或者情報 造成任何的傷害 雪樓 是很有味道的 就是進行車 行了你可以放工 整套東西裡面就是 很多這樣的位置 還有就是說 間諜是不是沒有這個 人性的 小朋友 小羅莉 成人世界複雜 但是小朋友 很瘋心 或者這樣說就是 其實是間諜 和間諜之間 大家知道大家的人生是怎樣 最終就是 你有東西放不下 當然我覺得看別人的 還有就是 是不是小女的問題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做出來的感覺是 每一集 都好像有少少遺憾 有些唏噓落幕的感覺 《孤結成宗》做了宗旨 一來就是 我不是不殺得人 只是我不需要殺 也同一個道理就是 那個特務落爛了 我不會要糟蹋你的 沒有意義的事情 你就安安然的生活下去 那就好 他也不會介入你的人生 尤其是最後一集 就是其中一位間諜 他說 我不做了 我放不下我的過去 我說我現在不做了 其實你看到就是 這班人看起來好像是 超遠 超遠 對 好像沒有感情一樣 不同普通的人類 但其實他們 叫做什麼 他們都保留著自己 是有人性的一部分 在這裡 但最慘的是 如果有人性的一部分 就已經不能做間諜了 所以最終就是 你看到就是 那一部分 不是說 辛苦了 放工直落我的 不會有這些 好 上班放工那種的感覺 嘗試和下述 他們那種感覺就是 其實是什麼呢 我都不認識你 或者 結成宗做的就是 你走了 你看到就是 沒有 你下轉派去的地方 就是大連 然後就沒有那個人 就是其實 他不會表露自己 因為表露自己的感情 就是表露自己的弱點 所以他不做 但是什麼呢 他的言行之間 已經告訴他 他是一個有人性的人 他不是說 為了為求目的 我會不擇手段 那種毫無血性 他只是需要什麼呢 他只是需要 協助到他去跌步戰 那種冷靜 所以整套東西 我覺得 看下去 我越看的話 我真的很喜歡這套作品 有兩套好 首先這個故事是有深度的 就是有一個內涵 而終於有一套動畫 是講到情報戰 就是什麼叫情報戰 這些才叫情報戰 你可以欺瞞人 去拿到那件事情 達到那個目標 這個叫情報戰 不是叫做你 鬥多情報就叫贏 還有我記得有兩集很精彩 就是他對著另一個跌步機關 就是他D機關對著另一個 都是同樣的部門 但是那個就是軍人組成的 就是大家互相鬥發 其實那兩集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他那兩種機關的做法 完全雙不同 一個要殺人 一個就不能殺人 一個是殺人去達到目的 一個是暗地去做事 他其實比較到這兩種跌步方式的做法 有什麼利弊 或者這樣說 其實D機關那種是什麼呢 他著重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對他來說就是什麼呢 你是雙重間諜 我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說你利用我 我利用你 大家懂得玩這個遊戲就是什麼呢 我們這個遊戲裡面就是什麼呢 整個作品裡面的主題就是 他們玩捉獎遊戲 這個裡面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目的就是獲取情報 你如我詐 我們當中裡面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是鬥智慧那種暴力 不是鬥手刮硬的那種暴力 就是你會知道 就算其他跌步機關裡面 不是跟風機關鬥的時候 其他機關知道就是說 原來是這件事 就是他們那個位置其實是苦笑 就是他們對他來說 這個是佩服 他們應該要學習的東西 你會感覺到就說 嗯 我知道了一些東西了 從下規矩走出來 或者我知道 之後怎樣跟你玩 就是那種你會覺得 大家是會在什麼 互相的角力之間 大家是互相在這裡 升級的 你見到外國機關 結成中座這個人真的太神秘了 我已經有些佩服的 可以測過去了 有養母的心情會是 拜福 封機關那種的做法 其實靠軍人那種 恐怖手腕那種去壓制 很多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不是建立那個關係 而是用原色器那種 譬如我問了你的情報 我違防這個情報洩露出來 麻煩你死的那種 不是 我們是舊式的 平時看到店舖店 電影的做法 說完了 搞定 就是這樣 結成中座那種 就是長遠的手法 就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日後你還有沒有用 但是老實說 我殺了你又怎樣 我現在的 我控制住你 的話 我獲得的往往是會更加多 更加多 這套作品裏面你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什麼 最後其實殺人的人 為何很少留來 相比之下 目光短淺 無遠見 在這個時代 這些生存率沒有 不會 他對比做好出來 你就會覺得精彩 這件事 那件事是很棒的 它是兩集 你看到封機關做 做什麼 開大乘會 我們贏一下 你去伊波 然後想 D機關在哪裡 誰是D機關 我數完全部角色 誰是D機關 其實那兩集 有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時候 動畫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封機關 D機關做過什麼 其實展示了很少 但結果最後贏的 都已經玩了 這件事其實都很深刻 整套作品 他做得出 那種 挺沒有人味的 這套作品 因為 你覺得 每個人好像什麼 每個人都在獨對白 就是 是嗎 原來是這樣 每個人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情感 起伏 就算死了 輸了 你覺得 他那種就是不會 突然打完之後 先交兩手 先跳一局 然後打到整頓大廈 很簡單 就算殺人來說 變成金光 殺人來說 也是一下子 然後很安靜 跟他整個間諜人生一樣 其實他們是要 正正地 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他們要獲取 某些事情 而整套東西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觀眾 一定要留意的 其實就是 頭那兩集裡面 所謂捉擊遊戲 的遊戲手法 正正就是 他將這套手法 他在整個12集裡面 貫穿了 他在用這個手法 去玩這件事 每一集都是 但是我覺得 他羅里正泰那兩集 即中間那兩集 對比一下 他是沒有那麼好看的 感情外露了出來 其實是 而且那個扭曲度 是低一點的 因為其實你會發覺 很明顯的 例如你說 比較早期的 可能在英國逃脫那一集 在上海 好像魔刀那一集 或者在後面 封機關那一集 其實他是一個一個高潮 觀眾很容易覺得 就是 我開始看到端藝 然後他就會打你 然後你就覺得 打完臉之後有端藝 不好意思 他再打你一次 但那兩集就很值得 很少這些 你就迴避成功 被人打臉 然後就結束了 還有就是 他最後講 其實就是 他們的人生裡面 經歷了很多 就是被人迫功 其實他們那種 坦然面對那種態度 是 這傢伙真的受好訓練 你不要再說 想不吃杯麵 我要為最後的三集 用不同的認識 去講一個間諜之死 這件事 是一個挺好的 這個真的好 這個意念很好 我會說 他帶到一件事 間諜 那幾個人的間諜 都不是萬能 都會被人俘虜 被人殺死 雖然你會套早些機關 開無雙 現在是導演說 都不算 看他怎麼屈記 他有一點後製技 就是說 他刺耳說完之後 結成中座教的就是 什麼什麼 就是自白劑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只不過是 1930年時代的產品 我現在是用這個 最新科技的 食塑豆沙包 我的記憶 我的記憶還要分三個層面 你讀到 看穿了十部 他那一回答 我的記憶是排名的 什麼 我拔了一條群出來 你就聽不到 你除了這些手法 你又比較 不能判斷它 不能判斷它 我們不會有很強烈的感受之外 其餘的整套作品 我覺得都是高水準 其實是 所以我頗推薦 你說 甚至不是今季那麼差 就算我放在其他季裡 它都會是亮眼的一套作品 但是要接受到 清傳 這裏都叫清傳 你的清傳好像跟以前的清傳 清傳的那一套 令你覺得 啊 看好動畫 用了十五分鐘有意義 不是有些劇力先 就是那個劇力 合乎他們所有人物的設計 和他們整個遊戲規則的玩法 你不會判斷 因為這就是那個世界 它在展現那個世界給你看 所以是這套作品優秀的地方 我最後給大家一個Joker Game 正如今鏡花動畫無雙的良心 說這套東西是清傳 我鼓勵大家 聽回不同的新版或者舊版 去找一下鏡花叫什麼叫清傳 再對比這套東西 原來清傳的界定是這麼快 這個名字 還講過謎 還講過謎家 好啦 我們去下一套